台湾高雄至福建平潭的货运快轮 昨天下午在高雄港举行了直航首航仪式 高雄的农鱼产品经过9个小时的运输 就可以直达大陆市场 快轮满载500吨高雄农鱼产品 包括新鲜水果 凤梨 蜜枣 莲雾 还有鱼产品冻鱿鱼 秋刀鱼等 总货值新台币2200万 折合大约500多万人民币 这些农鱼产品从高雄港出发 直航福建平潭 供应春节年货市场需求 航程大约需要9个小时 以往高雄的农鱼产品外销 从出货到运底目的地 至少要2到3天的物流时间 对于保鲜期极短的农鱼产品来说 是极大考验 这次开启新一条海上快速航线 进一步缩短了采购到销售的物流运输时间 高雄港至平潭的货运直航航线 历争春节后实现常态化运营 服务两岸货物贸易 实现货畅其流 共创两岸消费者和业者 共赢的局面 央视记者高雄港报道